华纳DC的蓝甲虫上周末北美开化2540万美元 创DC电影开化第二滴 警告于疫情期间 流媒体同步的神奇女侠1984的1670万美元 不过比上映第五周的芭比的2150万美元高一点点 故夺得周末冠军 让华纳这部票房爆款无法实现五连冠 2023年堪称DC灾难之年 3月雷霆沙赞2开化3000万美元 比上级下跌44% 最终全球1.33亿美元的票房亏本结束 6月闪电侠5500万美元开化 也远低于预期 最终全球只拿到2.68亿美元 事实上2020年底和2021年 由于疫情和华纳流媒体同步策略 神奇女侠1984X特遣队 全员集结的开化分别只有1670万美元 和2600万美元左右 在疫情管控早已结束市场复苏的如今 蓝甲虫开化如此低迷 除了DC早早宣布重启计划 导致观众兴趣缺缺外 演员工会罢工 让影片宣发投入少也是原因 蓝甲虫在烂番茄新鲜度为76% 爆米花指数92% CinemaScore打分为B加 影片的质量算是中等 算上海外市场 蓝甲虫 全球开化为4340万美元 投资1.04亿美元 回本相当之困难 12月上映的DC海王2也不被看好 距离影片上映4个月 预告片等重磅物料还未公布 巴比上映第五个周末 拿到2150万美元 北美累计5.67亿美元 这周将超越超级玛丽欧兄弟 大电影的5.74亿美元 与登顶北美年冠 全球票房来到12.79亿美元 也很快会超越玛丽欧的13.55亿美元 登顶全球年冠 诺兰的奥本海默 上映第五周 拿到1060万美元排名季军 北美累计2.85亿美元 全球票房7.17亿美元 超过星际穿越 在诺兰作品中票房排名第四 仅次于盗梦空间 黑暗骑士和黑暗骑士崛起 忍者神归 变种大乱斗 上映第三周 842亿美元排名第四 北美累计8813万美元 全球累计1.18亿美元 芯片复仇狗联盟开花830万美元 排名第五 影片讲述 一只被遗弃的狗和其他流浪狗 一起报复他以前的主人的故事 评级为22 烂番茄新鲜度55% 爆米花指数73% Cinema Score评分B加 据齿沙二 北美累计6655万美元 全球累计3.16亿美元 叠中叠期北美累计1.64亿美元 全球累计5.41亿美元 GT赛车 急速狂飙8月中旬开始在海外市场上映 目前全球累计2270万美元 本周芯片 GT赛车 急速狂飙动作剧情冒险 导演 尼尔布洛姆坎普 主演 大卫哈勃 奥兰多布鲁姆 Archimaticway 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 讲述了一个从游戏少年到职业车手的真实励志故事 有点赔有人 有点萌尔布洛姆 OJ 天 stol 温 黑路 九 鱼